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11月13日周一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本地剑走活动 初级将于本周四11月16日 在北温林溪峡谷地区进行 小伙伴们可以在各个登山群报名参加 健康生活走起来 82岁时尚帝国的大色魔周日被陪审团定罪 加拿大更多受屈辱的女性得以解脱 这位加拿大女性时尚界的权威人物 背叛四项性侵犯罪名成立 以及一项强迫监禁罪名成立 彼得·奈嘎德在机场或夜总会认识了这些女性 然后邀请她们到位于多伦多尼亚加拉大街1号的 奈嘎德公司总部参观或者面试 之后在顶楼的套房将她们强奸 一名受害者称当时她只有16岁 被性侵犯以后离开时 还有人递给她紧急避孕药 检察官表示感谢这些挺身而出的女性 这种犯罪通常发生在私人场所 受害人需要极大的勇气 面对在公众场合把被侮辱的事实说出来的极大压力 一个代表50多名被奈嘎德侵害幸存者的组织表示 这个判决是一种胜利 也是一种解脱 同时提醒所有被伤害过的女孩和女性 这只是一个战斗的胜利 还有更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BC省交通部提醒驾车人士 小心雄鹿在夜间出没 注意路上有路的标志 使用远光灯 在树木繁茂的地区保持警惕 并始终系好安全带 11月份失路交配的季节 暴躁的雄鹿面对汽车会失去理智 向竞争者发起挑战 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如果在路上遇到雄鹿 司机不要掉头逃跑 要尝试用长按汽车喇叭的方式 吓跑雄鹿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今天11月13日 介绍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有关情况 随着各地陆续入冬 呼吸道疾病已进入高发季节 多种呼吸道疾病交织叠加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igh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